好 那我们开始啊 好 今天的话呢 是美国的一个假期 我们都知道这个每年都是有这么一个节日 马丁路德金的一个纪念日 美国的一个黑人美秀 在一个特殊的日子 好 那么这个时间的话 出现的时间 我讲这个不是说巧合啊 就是说市场运行吧 只能说是运行到今天 然后呢 刚好与我的交易 那么今天的话 不出意外啊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 除非是没有拉升 如果一会儿有拉升的话 那么我们的这个纽币啊 今天要进行做空 到一会儿再去细节 那我们先看一下整个市场啊 市场的话 从上周开始啊 开始一轮的 嗯 比较大的啊 美然的一个下行 整体非美啊 所有非美都是啊 进行了一轮大涨啊 所有非美啊 那么其中的话啊 可以讲欧元是 嗯 算是应该最大的啊 所以它直接将美纸啊 呃 从啊 之前去年的一个低点啊 直接打破啊 那么市场周的话 有几个品种啊 比如像欧元英镑啊 还有 嗯 我不知道 没有看啊 人民币的话 有破了去年的一个高点啊 就人民币这一段时间也是大幅的升值 好 那还是老生长疼啊 就是这个 本身这一段呢 呃 呃 呃 那么今天的话 我觉得 呃 是 整个我的体系当中啊 去做空的一天 去做空的一天 那么肯定有同学去讲啊 为什么现在非美啊 这么大的一个上行啊 我们要去做空它 呃 其实这个市场本身来讲 我还是反复去强调啊 它没有一个绝对的啊 对错的问题啊 只是说啊 交易的问题 其实在任何一个点上 都可以去买入和卖出 都是一种波动运行 一个波段的走势啊 总会有一个尽头 不可能是一直上行 也不可能是一直下行 啊 那么 我有几个啊 几个比较啊 理由吧 第一个理由是 它这一次的整个的啊 上行当中啊 按照单日运行 强调一点 按照单日运行的幅度 并没有超出啊 市场正常范围啊 以后来去讲这个概念啊 就单日运行 就是所谓呢 它并它所谓这一次的 美元的一个大的走弱当中 每一天 并没有非常非常大的一种走势 其实都是在啊 百分之一啊 这么一个幅度呢 所以像这种运行 它不像是一个啊 大的单边的话 就像是突然的一种爆发啊 然后的话 在这个点上 它是不应该给市场 一种反应机会的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反而是说 市场的话呢 慢慢的啊 可能这两天啊 突破之后的运行比较大 但是它其实从单日的去比对 和之前的话 差别并不大啊 第二个是说 那么在这个时间点里面啊 美元是否能够就真正的就啊 破了90更80啊 甚至于更低 我觉得破了90 我觉得我是认同认同的 因为之前我解盘师也讲过 我说可能啊 由于啊 之前量宽以后啊 量宽退出退出以后 那么美元的一轮大的上行 那么这里面可能有几次的 加息的力量已经被记入 看的话可能就是 这几种力量的释放 那么它能否回到原点呢 就是能否回到说啊 退出量宽到加息 然后价格会跌回到 退出量宽那个时间点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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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那种价格 我觉得这种概率比较低的啊 这种概率比较低的 所以如果从全年的角度来讲啊 啊 那么 我是 在我的这里 我我会认为 不会说是美元 会一直走弱的 可能到下半年美元还会走弱 但是 从 现在开始 我是觉得 美元不应该再走弱下去 啊 好 这是第二个理由 啊 第三个理由 我觉得啊 本周开始啊 有 我比较关注的一些数据 不是 美国的这些 这些 主要是围绕在制造业数据 我去年年底的时候解盘已经说过啊 今年 对于美国这个市场 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它 制造业数据 可以讲 制造业数据当中 本身也包括通胀的数据 也就是讲 在通胀水平提高的时候啊 通常 这个就业数据啊 这个就业数据 通常的这个所谓的 呃 制造业数据 也会攀升 啊 也会攀升 其实 它是一种啊 有一种年代关系的啊 所以 实际上 美国只要啊 通胀水平持续的升高 啊 持续升高 那么 啊 包括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啊 我们叫CPI 包括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这些只要是啊 能够持续的 有所增加 这个行业来讲 肯定是有利的 因为啊 消费会提高啊 消费会提高 那么也就是讲 消费提高以后的话 那么它的啊 整个的这个市场里面 它的啊 各种各样的这种订单 也会活跃起来 所以今年的话 我觉得我会重点 比较关注的是啊 啊 所谓的这些制造业数据 那么 实际上这周的话 从明天 啊 从明天啊 啊 就有纽约联储的制造业指数 啊 那么到周三啊 也会有工业产出 周四 也会有费城 啊 周四平常我们一看 都看小费能 啊 都看这个 啊 这个所谓这个啊 但是那一天的话 我觉得我们应该看的是一些啊 联储的一些制造业数据啊 等等啊 等等这些这些 包括呢 周四还有贺皮书 那这些啊 是我现在比较关注的 OK 那今天马丁路德金这个纪念日 还给我啊 创造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呢 就是会不会出现啊 啊 所谓零的概念 这个零的概念啊 还是那个 还是那句话 就是说 零是一种状态 这种状态是说 它在某一个时间点里头 啊 在日内 啊 小时级这个集次上啊 会所有品种都进行一个横向影响 那今天刚好是美国的这个市场关闭 但是我们知道外汇市场 美国市场关闭 并不是全球市场关闭 啊 全球市场并没有关闭 所以今天的话啊 虽然没有美盘 但市场不会关闭 所以会不会出现这种状态 啊 然后我们拭目一旦 好啊 我把这个跟大家去解释一下 好 那我再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要做亏名币 啊 这里边有一个很复杂的一个逻辑关系啊 我可以看一下过去三天的走势 三天的走势呢 我们以欧元突破这个高点啊 我们为一个看法 就是说欧元啊 用三天的时间突破了区年的高点 并且还向上运行了200点 这是一个很大的涨幅 对吧 那么按照单日 我就是说按照单日 单日它其实并不夸张 你说它单日嘛 这一天最大的是1.4%啊 1.4% 实际上往前看啊 往前看 也有1%左右的一些涨幅 啊 1%左右的一些涨幅 理解吗 它并没有很夸张 它并不是这三天是一天上涨 但是分了三天 好 那么其他的品种 我们看看英镑也是三连羊 英镑也是1.4% 哎 幅度都一样 走势都一样 连幅 看到没有 几乎是一样 这些都是1.4% 其实呢 并没有超出 1.4% 你仔细去看 也有 它在之前的上涨过程能 也有1.4% 1.4%左右的上涨 它并没有很夸张 这是三连羊啊 看澳元 也是三连羊 黄金 也是三连羊 看到吗 黄金也是三连羊 好 纽币不是 包括美元对加元 三连羊 美元对瑞郎 哎 三连羊 就是说过去三天 不算第四天 或者算C3也可以啊 这些几个主要的货币队里面 唯独 纽币不是 纽币是周五的时候 收成一颗 阴线 而且 这颗线 叫什么线 你如果学习K线 一般我不讲这个概念 但出现了我会讲一下 这个叫什么线 同学知道吗 这应该很简单 不知道吗 没人回答 没人回答 在后期的运行当中 那么它是一个顶部的一种信号 这个是书上也讲 但是我一般不讲 那这一次我跟大家去讲 那为什么呢 这里又有一个逻辑了 这个逻辑实际上是这样 在之前的运行当中 看到没有 在之前的运行当中 从下方到上方 这个一个大的波段上行 纽币的表现是最好的 这个我相信大家会同意 因为从周图上看 纽币的运行 欧元呢 好 这周是第五周 它前面只有五周的上行 纽币是最强的 也就意味着 纽元的多头散户是在 市场里的多头散户 实际上是在纽币这里 实际上是在纽币这里 那么刚好呢 上周五的时候呢 欧元大的上涨 对吧 欧元上周很大幅度的上行 结果最强的纽币没到 还收跌了 可是市场里的人的思维 它是转不过来的 对吧 能同意吗 就是说它实际上是转不过来 这个思维逻辑 那它不会去做多欧元 那么它的思维还是在纽币这里 那么结果今天 纽币占了上充 由于欧元英镑 这些其他的北美在周五的时候大涨 所以做纽币做到纽币的人 他就会认为 终于它最强的品种 又开始上行了 又开始上行了 那么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那么这个上涨就会被确认 这个上涨就会被确认 好 那么这里边就会产生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上破的时候去买入它 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到明天如果出现回调 进行回调的买入 大家可以去按照这个思维去思考一下 所以实际上等一天的原因 就是让他们在今天 把所有的戒心放下 然后去做多欧元 当然里面细节的周期我就给大家去读了 读到周期以后读出来的也是今天是最高点 所以那今天怎么走呢 到后面行情里面 还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说大概可能 等一会吧 可能会先砸到70到80之间 那么70到80之间的一个位置 现在看不到 假设吧 73 如果走到73 走到73以后的话 就是最后一个上涨 73以后再上破0.7298 那就是我们要去做空的时间点 当然这个拉升幅度 我觉得现在判断不出来 你算时间的话呢 我估计怎么算呢 比如说 从这个地方运行到这里 一共运行了六个小时 运行六个小时 从中间这一段 如果是跑去 那个停盘的时候 运行到这里 这一共是 这个时间长一点 所以这个时间本身是在缩短的 就是说这两个上涨波段 和这个波段 本上时间上是有缩短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最后这个末端吧 末端这个行情 我觉得时间上也会相有缩短 所以看什么呢 就是看它砸回到七级这个附近的时候 拉升 以上破它为主 从七级这个地方 上破一二三 到第三个高点的时候去做空 或者在 幅度 所以看到明显的再次拉升 就可以进了 而且这个时间点 进场 那么市场的话是这样的 是今天晚上 一般来讲 在马丁路德金这个纪念日的时候 通常是没有人去做交易 或者是说 做空的人 也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做空 那么做多的人 也不会选择在这个时间 如果有多单去指引 因为可能没波动 但是我讲了零的概念 如果在今天晚上出现以后 如果今天是这样 今天是美盘应该是没有的话 应该市场是在北京时间夜里两点吧 欧洲这边五点钟停盘 欧洲市场停盘 那么在这个时间点之前 出现我说的上升 就把空单进场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 应该是在0.73上 因为毕竟要破一个0.7298 所以上升我给大家计算的时候 0.731520 我觉得也差不多 当然如果是更好一点 比如说走到更高的位置 当然你要看到会更好 但是我觉得差不多这个位置 然后就可以考虑进场 那么0.73的位置的话 绝存点 其实我0.7433 0.758 我觉得 放到0.758会更好一点 因为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左侧点 一会再讲如果 运行成立的话会怎么样 0.758 到现在这个地方可能是有200多点 所以你要控制好自己的仓位 控制好自己的仓位 当然如果你觉得 如果你觉得我就放100点 我觉得0.743 我也可以 那就仓位会相当增加 这个自己看自己的一个 可以接受的状况 好 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讲 我是在非美 目前被认为美元走弱的情况下 我会去做一次尝试 但是我认为美元不可能在这个时间 继续的持续的走弱下 也许欧元还有空间 也许欧元上方还有涨势 但是那后面我们再去探讨 但是从纽币这个走势来讲 我觉得起码 从去年的 就是7月份吧 开始这个下行 到现在这个结构当中 我觉得我做空 你就可以 不是说 不可能 因为毕竟它是在下行 下行 反弹 同意吧 那么这个地方整体的 反弹幅度 是略微高于0.618 如果是从 这个点去算 如果从这个点去算 是刚好在谈到0.764这个位置上 是一个比较 就是按照黄金分配来的 一个深度 一个最大的一个回调比例 但是它毕竟没有破 所以这个地方是这么一个思考 思考 然后我们就耐心的去观察一下 这样的话 实际比较成熟了 其他的品种我觉得 目前我看不出来 就是目前它的周期我读得出来 像欧元 英镑 然后澳币 这些我是读不出来 包括澳币 澳币我看也看不出来 也比较乱 好 现在是0.75的涨幅 因为今天涨幅来讲 它增幅应该是最高的 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英镑 欧元 澳币 美元 美元对加油 美元对瑞朗 然后黄金 好 这是纽币 所以纽币的涨幅现在是最高的 所以如果一会儿那个波段上涨以后 它的涨幅假设走到 可以算一下 假设走到0.73 你就是要按照现在的位置 还有将近30个点 30个点的情况下 约略等于 0.4 约略等于0.4 对吧 差不多30个点 0.4的话 加上现在的话就是百分之1.1几 百分之1.1几的话 刚好也是 这个上景里面 就是在这一轮上景当中 看到没有 在顶部来讲 在顶部来讲是最大的一天 如果之前底部的时候都是0.7 0.8 1.08 1.0 1.33 也就是讲如果今天走到那个地方 今天日内能看到一个涨幅 跟之前在底部脱离的时候 那两天最大的涨幅接近 这也像是一个顶部的位置 也可以 然后进场就可以 好 这就是讲这么一个概念 好 好 那么怎么看待欧元 就是欧元为什么会破位 那天有朋友讲 为什么觉得这个地方 这不会跌 但是会向上破位 但是又不做 这里面关系挺复杂 就是实际上是 如果你们经常会看 看盘时间长的 破位是作为一个大的行情的确认 但是确认以后 会有一个比较大幅的拉回的动作 就像是说 这个地方 从1.0340向上运行 到1.2以后 受阻力破位 这个破位 实际上是将 这一段上涨 从一个之前的调整周期 而转换为了上涨周期 就是所谓的俗称的 就是三浪转成五浪 能看到吗 如果这个是上行 下来以后再上破 刚好这是一个五浪 当然中间这一浪延长 是一个很大的延长浪 之前这是一个很大的延长浪 但是它转成了一个上涨周期 而它接下来接的 那这个调整周期 将来是一个三浪结构的下跌调整 这个就是我在担心等的一个行情 我现在做纽币的空单 同时如果成立 就在等的是欧元的调整 调整的 第二轮当中 第一轮可能不做 第二轮看情况 第二轮有可能会选择一个品种 做一个次一级的波段交易 因为那个波段的话 起码我觉得也有个六七百年 也有 而且应该蛮快的 可能实际成熟的话 大概五六天左右时间 应该运行五六百年 可以做 但是我可能会避开欧元 可能去做其他品种 反正倒是在讲了 今天的话 就是给大家讲这种逻辑关系 就是他的上铺 决定了我要做空扭币 这个关系期望 你能有愿意思考 可以好好去思考 如果有一天你们自己去 独立的去运行的时候 把这一层关系想清楚了 为什么呢 同时异样的 比如说觉得扭币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想做空的人 刚想去突然间发现欧元 当当大涨 也就没人敢去做空来 这都是相对的关系 都是相对的关系 理解一下 好 这些的话就是 我今天这段时间 我们要去整个分析完这个市场 那目前的话呢 你看奥币只运行到六周 算上这个点 就算七周 音乐 音乐是没法算的 因为音乐是个震荡结构 转成上涨 你怎么算 你从这里算 它的运行时间很长 运行已经要 从这一点算的话 那就 好 第十五周 毕竟它是一个前期是一个很大的震荡式 它不像是扭币 这是一个真正的单间上行 所以这个地方呢 所以我拎到这一块 其实 我记得很早之前 说过1.37 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 我觉得 你要是做空 我也不反对 但是我是看不到空间的 我看不到空间 好 那么 我讲一下扭币的空间 扭币的空间是这样 如果它成立的话 是这个地方一共是有 从这周开始算的 就是一共有十周 到这周 所以它对应的 右侧 就对应的后面运行 应该是有将近 15周到16周左右的下跌 相当于就是有三个月到 三个月左右的一个下跌的一个结构 三个月到四个月之间 应该比我 这地方的话 应该是 我个人觉得和 就是它可能会和这一段比较像 就是当然我不知道幅度有多大 但是它可能会和 就是这一段会很像 这一段的话呢 它也是从 这个地方吧 算出来 它 当然这是一个三浪结构啊 但是 就是 就是这个地方的话和 运行吧 大概运行到这一周 也是第11周 应该是 多位月线 拉回 确认 再下跌 现在是 反弹到月线 突破 但是被打回来 现在又返回了 所以形成压力 就是相当于是一个 以为它要打场 结果又受阻力回来 回来以后又拉升 拉升以后又下跌 那么看时间上也很好 因为从 这个地方算 7月18号 下行 应该是7月18号 对 7月18号 7月27号 7月27号的下跌 到最低点 是11月20号 4个月 从11月20号 运行到现在 1月15号 2个月 4个月下跌 2个月调整 就这也是OK 没什么问题 所以这些都是 我们可以去做空的 一个原因 所以一旦成立 我觉得可能会和 这里是一样 就是连续的4个月的下行 4个月的下行 怎么怎么看呢 其实也一样 就是看它的 明天或者是在最近 这几天的反应 它不一定一开始就下得很快 也可能是慢慢下行 慢慢下行 这也是我希望看到 那中间是一个 慢慢的慢速的下行过程 都不是特别大的下行 所以这个地方就变成是持有 所以我今天就讲持有 中间发生任何事情 都不要去动它 因为在同期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去对比市场 欧元也好 英华也好 不是这样的运行 不是这样的运行 好吧 这个地方 我就跟大家说完 所以从 当然这个后门还不知道是对还是错 对和错是市场 是市场跟我们讲的 不是说我们能够决定 但是做交易的话 所以交易 准备一笔交易 然后到进行一笔交易 然后小的集次的人和大的集次的人 当然你是有在你交易的不同的周期里 比如说有些人可能是小一些周期 但是你应该做好一个思想准备 然后这样的话就变成是这笔交易 我会有一个潜在的亏损的可能性 但是我也会有一个潜在获利的可能性 那么我当然我是修正到我认为的那一天我才去进场 当然这个是有的 不是像之前 我说0.7030大了我没有进 所以等到今天 实际上我多等到将近有 可能快有300点我才会进场 那这300点相当于 虽然我没有挣到钱 但是我没有亏损 我没有提前进 这一点都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然后我会有一个潜在的亏损 然后我会有个潜在的 潜在的亏损大概200点到250点之间 我认为是我会认亏如果到的情况下 那么下方 那我会有潜在的获利是有多少呢 按照之前那一轮 当然那一轮也有点快 那一轮是从0.77 0.77运行到0.62 就是走1500点 但是我觉得这次有可能吗 因为我记得我之前也说过0.58这个位置 0.62破了以后可能到0.58 那如果0.58的话也是1500点 那你就讲我可能变定的是一种少一点吧 就比如说800到1000点 就是200点的亏损 换来的可能是有一个800点到1000点 甚至于更大一点的获利 那么这个我觉得可以做 这就是所有的就是我整体的思维逻辑 当然你要看到其实中间的话 我给大家去分析了很多的一些 你包括纽约的商场 我也跟大家提前说过 只不过它不是我的交易周期 你要愿意做 因为团圆思想也跟我讲 做到你了 那你要在低位去做 你不能上高位去追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那么包括欧元上课 我其实这些都跟大家去分析完了 只不过它不属于我的交易周期 所以你就看 所以你们要去 上次就有团圆思想开玩笑 就是说我这个做波段行情之前 分析的那些什么短线呀 什么其他品种的运行 加在一块比我做的波段还要长 那这就是 这就是所谓的 什么叫条件 什么叫交易 就是这些所有的分析都是我的条件 它不算是我的交易 但是在过去的 我进行交易 市场交易当中的某一个阶段 它是我的交易机会 就比如在欧元 这个上货 这个地方应该是我的一个获利机会 但是现在我把它变成一个条件 理解吗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实际上我希望大家也可以去按照这个逻辑去思考 就是你把你现在在做的交易的这个状态当中的这个每笔交易的逻辑 试图将它变成在更大的交易几次当中 它的一种什么 它的一种条件 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做一个更大的交易 比如说这里很大 我不反对 三天三百点多 还有涨 因为那天我说这一天要涨的时候应该是在1.193 走到今天最高的已经1.2296了 350点了 三天可不少了 平均一天100点的涨 但是它依旧不属于我的交易 但是它依旧不属于我的交易 就目前现在依旧不属于我的交易 所以 比如说你再过可能也许过十年 那么像扭币现在的这种交易可能到时候变成我的条件 比如说如果从现在开始扭币下行 比如说一千百点 那么那个行情就变成我以后的交易阶段里边的一个条件 所以这就是一种循环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是跟大家去讲 然后有人说这个地方亏小了 那你咋知道你应该做一下欧元的上行 然后不是能够抵消掉这部分的亏损 可以这么想 但是如果你去做那个了 你就做不了这个 其实相当于就是它是一个互相会影响的概念 所以我在我的课程当中 我一直会讲 这个市场算是破例的关系 你要破坏以前的才能立出来 新的你能交易整体 就是习惯 然后再去创一个新的交易习惯 那么这是一个很 算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你相信你要放弃一个以前可以获利的 然后现在去追求一个更大的获利 然后你就变得不稳定 然后你可能会重新来过 然后推脚重来 然后又重新的锻炼修炼 等待磨炼耐心意志 这些都是综合的一个东西 那我今天就整个就是 把可以看到啊 就是这一段时间 从我决定做大 然后到修正 一直修正到我认为的合理的一天 然后进行交易 这是一个很复杂 确实是一个很复杂和漫长的一种过程 希望大家能够 好好去体会 我不要论它是对错 也许最后结果告诉我是止损 因为这个市场本身就没有绝对的东西 又没有绝对的东西 那么我只需要就是保持 从过去两年看 我只是保持了这样的分析状态 以及我的交易状态 那么我一直持续下来 其实两年的结果还是OK的 还是OK的 然后剩下的其实就是耐心等待 我想要的这个交易的时机能否出现 好吧 那么这里面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概念 然后其他的交易品种 因为其实我今天已经决定做它 但是你说你其他品种是否也是反转 比如说像美日 比如说美日运行那个大的不断 是否能够拉升 因为它这是一个我昨天也讲过了 这是一个如果把它定义为上行 把这个定义为三道结构调整 也未尝不可 这样的一个结构嘛 然后会不会出现大的拉升 就是明天就可能会有结果 但是因为我选择做空有别 我认为它的空间最大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 相对的它的风险小 所以为什么风险小呢 你看你如果把价格 你的殖存点摆到上方去 这边还有一个隐含的东西 什么呢 就是你如果在0.73附近 把殖存点放在0.75附近 那么实际上这里边有200点 200点 200点什么呢 200点对于英镑 看这一天吗 一天可以走了 因为它的基础大 200点走1.4就到了 但对于纽币来讲 200点约等于100分之三 那么你按照 怎么算呢 我们就说这一轮最大的运行吧 从这个地方到这里 这一周是第六周 对吧 这一周的低点是0.68 今天是0.73 大概是400多 450点 450点走了6周 你处理一下吧 一周实际上平均下来走 有不到100点 由于那三周最大的这一周 走到2.21 实际上它走到哪里 2.21从最低到最高 因为它是中间收盘 最低到最高走200点 那么这周已经运行了 有分解58 所以如果它是最 因为你可能我们还要再等 比如说等到这里 那就是等错过的头1% 好你这周 除非再拉2% 比如说你这周要涨3% 比如说你从 7.231 这个阳线要这么长 这么长一颗阳线 这周我会打掉我的指寸 这这么长一颗阳线到这里 走了300点 这周要涨4% 比这要大2倍 所以这种概率也是偏低的 相应的实际上 相应的实际上 我们后面的反应的时间怎么样 也会相对比较充分 假设上去 我觉得有问题 那么等回落我平可以吗 那这样的话我 我的潜在的亏损可能会相当降低 这个就是 这也是一种隐含的吧 包括可能 那其他品种 200点可能 像对于黄金来讲 200点一天走完很轻松 欧联走完也绵密强强也可以 英镑也很轻松 你想 走200点就要一点时间 好吧 那这边也是隐含的一个条件 隐含的一个条件 那么其他的品种 你叫美加呀 我觉得暂时 不是特别好 因为还是它基本面 和这方面还是有冲突的 你看它原油 原油的话呢 在高位 那天有同学问 那原油在高位 美元在走路 那为什么美加没有破下去 这边也是一个问题 也许是 会有人在做多的 原因 背后原因是什么 我现在也理不清楚 对吧 因为让两项力量叠加 应该是美加跌的最小 因为原油大涨 美加加币是上行的 幅度并不大 所以做空美加的同学 你要当心了 如果你把这个 之前我讲的这两天 记住进去 一个是原油大涨 一个是美元走路 一个是美元走路 然后你做空的美加 那要小心 如果这个 相对如果这个条件 发生了变化 那它对反向的 反向的力量 也可能会非常大 也可能会非常大 所以 小心一些 这个我可以提示 再来一下 但是 我没有选择做它 因为 从图形来讲 我觉得 看的不是很清晰 没选择做它 所以 控制下风险 我觉得比较好 那基本面上 可以讲 最近的话 开始 我之前讲过 开始 特朗普这边 开始有 有一些动物 就 针对它 你看前一段时间 有针对它的 这个 健康状况 健康状况 然后 像 这个 还有像 我今天看的一个新闻 是什么新闻 好像也是有针对 针对它的一些事情 我觉得 是一件好事 是一件好事 为什么呢 就是你刚刚是说 你现在在 又在打击它 跟去年那套路挺像 又在开始打击特朗普 说它什么 这个问题 那个问题 但实际上 到最终你会发现 去年它把所有事 都解决了 水改啊 医保啊 这些事情 全解决了 所以那么 这个事情 的话 我觉得 可以这么讲吧 我觉得就是 耐心的抖带吧 然后让 看 之后 它整个的市场 就美国市场吧 到底是 能不能像特朗普 今年的话 就认为 制造业要 开始加大投入啊 技术建设啊 等等等等 这些 我觉得 可以期待一下 可以期待一下 那么像 这个月 应该还有一些 包括加拿大央行啊 加拿大央行 可能在 这周吧 这周的话 可能有一个医区会议 那么美加的话 如果它 预期是要加息的 但我们知道 如果预期加息 即时加息 就会存在很多问题 因为已经提前预期 它有加息了 如果它加息以后 美加不但没有下行 反而上行 这也是有可能的 加币这块的话 还是有蛮大的风险 所以你可以稍微规避一下 这些 整个市场当中吧 我觉得应该是 要注意一些的 其他的方面 我觉得暂时没有 有人说 那做过紐币以后 为什么要连跌十几周 可能性呢 这就是盘感 有可能的这种概率 那增加会经历什么 我也不清楚 也许紐币自身有原因 也许紐西兰的经济状况 出问题 也许可能性当中 也有可能 比如说 其他方方面的问题 比如说 我们来美国 美元的一个问题 有可能自身的问题 总是反正方方面的问题 你要说 这个 为什么呢 市场当中确实从今 都有过这样的硬性结构 就是这种 硬性结构 之前是一个上行的 然后转成一个下行的 然后就一个 比较快速的一个下行 包括你看这个地方也是如此 就是上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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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行的时候 其实它不快 它很慢 就一个运行 每天0.6 0.6 0.5 一直推下来 一直推下来 没有特别大的运行 只有到末端的时候才出现加速下行 也是有1000多点 所以这个也是有这种概念 所以就是这样 所以今天的话 一会儿看一下 打到 73 74 75 都可以吧 然后看一波拉升 然后进行走空 记住了 就是说破了98以后 就可以考虑进场 当然你要说 我等 等一个 再有两个高年 我也不反对 反正这个就是你要去看 就是做就可以 那挂单的话 当然你还可以挂 我觉得那个外准备 还OK吧 但是我觉得 你目测的话 目测就是用眼睛去 自己去看的话会更好 好 基本上 嗯 我的这个内容就到这 如果成立的话 我已经建立了 八轴上涨当中的 这种修正 从 从 我记得从这一周开始 还是从这一周开始 应该是这一周 我跟大家说 可能有病会 拉手要准备做空 就是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 对八周了 建立了八周我要做空的 那么你的心态 我相信你们 很多人跟我建立 所以到时候 如果你不能吃药 这也没有办法 但是我希望 你可以吃药下去 好 然后 看他的一个整个的一个 波段运行 能否成立 能否成立 好 差不多就这样了 他有什么问题 今天我浏览财经这方面 因为新闻没太多 所以 实时的财经新闻 我还没看 里面有什么 得到什么消息 可以跟我讲 都蛮配合的 啊 市场 包括像上周五 我说这个 不能伸破 伸破 伸破 让他走一个叫线 都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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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蛮厉害 好 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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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幾期,有可能是 我倆中間是不是有幾期沒解 回來不對一下吧 這個還好吧 其實 92、90 那之前呢 跌到美指 那最低的時候 那不上天台 下去了 那美指最低的時候 現在是90 美指最低可是70 70 對吧 那還是80 所以這個地方我覺得 支撐有些 還好吧 我覺得你總會有辦法解決 因為 人民幣是升值了 對,肯定對出口是打擊的 這個是沒辦法 你總會有好壞的時候 那你之前 對吧 人幣之前大幅貶值 之前的一直在升值 對 之前有一輪大的貶值 但是和目前價格和歷史高點 還是有距離 人幣 人幣的匯率 沒有說 離6的總數關口還很遠 所以我覺得沒必要過分擔心 這個 因為外貌這塊 就是這個概念 好吧,基本上就是這樣的邏輯 你就看到就好 然後具體 反正我不知道有沒有多少人會空 反正你們自己去核兩 奧元對人民幣因為抵消掉了 奧元對人民幣現在是在一個 5.1的附近的位置 然後呢 然後剛好是 按照奧幣,奧幣現在已經走到這裡 奧幣現在已經走到5.25 應該如果沒有好取人民幣的話 奧元對人民應該走到5.25 附近 但是人幣大跌 不是,人幣大漲 所以奧元對人民幣就一直保持在5.1 附近沒動 5.1附近沒動 包括紐元對人民幣也是 紐元對人民幣也是 都是差不多在這個附近 我希望你們自己看一下這個過程 演變的過程 然後 就是打到這些關鍵的位置上 然後 拉升結構啊等等 反正看一下吧 你們自己體會一下 具體要不要做 看自己吧 這個 我是 我是無法去 去講這個事情 是 我 是 我 好吧 具体的话呢 还有问题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那如果大家没问题 我们可以今天就先导致 让大家自行的去安排一下吧 仓位管理啊等等的 然后看一下市场 好吧,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见 明天开始就会有一些 美国的一些制造的数据 所以我们要耐心的观察 好,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见 大家晚安 我们明天见